同学们好,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一下肩脑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肩脑的位置 大家看一下上图 这图怎么来的呢 是把脑髓做一个罐状切面 经脑干这个纵轴做的一个罐状切面 我们看到的小脑是个完整的 因为小脑偏厚 那么所切开的就是大脑的左右半球 中间的这两部分 这是肩脑的一部分 这是肩脑 这是脑干的断面 从这张图上大家不难看出 肩脑是左右对称的两个团块 为什么呢 因为中间这个列系 狭窄的列系叫第三脑式 第三脑式将肩脑分成左右两部分 所以它是在两个大脑半球中间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肩脑 那么从这个图只能看到一部分 所以大家结合这个挂图还是看版图 首先我们看一下大脑 中间的这是半球间列 上方两个大脑半球相连的结构 这叫片子体 下边我把它画得典型一些 这都是一些脑式 这两个团块是肩脑 这是一个神经核 叫伪状核 两侧的是痘状核 这侧画一部分 我们来看下方 这个葫芦状的结构 表示脑干 那么脑干的后方 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完整的结构 是小脑 这是一个图 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把脑髓做一个正宗的丝状切面 还能看到哪些结构呢 我们看到的这是大脑半球 半球与半球之间相连的结构 被切开了 这个叫片子体 前连核 视胶叉 脑垂体 中脑 脑桥 燕随 这是脑干 这有一个结构 叫囚笼 囚脑下钩 囚脑间粘合 注意后方 这有一个结构 这有一个结构 叫随纹 然后是江山脚 江连核 突出的这个叫松果体 再向下 形成了后连核 然后就是上丘 下丘 前随 翻 这是第四脑式 那我们看一下这是大脑 整页 整页 这我们看到的是小脑 这是小脑的断面 小脑的脑回 结合这两个图 大家看什么呢 我把尖脑的范围画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区域 就是在正中石状段上 我们看到的尖脑 这个呢 是在罐状切面上 我们看到的一部分尖脑 一部分尖脑 把结构填一下 大家看 这儿有两个薄薄的片状结构 叫透明格 下方 有个柱状结构叫囚龙 就是这个 这个囚龙被切开了 那么两侧的这个间隙叫什么呢 这个间隙叫撤脑石 结合挂图 大家对比看 这个间隙叫撤脑石 中间的间隙 叫第三脑石 第三脑石 这两个呢 实际是丘脑 是尖脑里边的一部分 一部分 我们描述一下它的位置 大家看 是不是在左右半球之间 而且它连接了两侧的半球 这个是半球的内囊 是个白子 球脑直接和它相连 这侧也是内囊 所以两侧和大脑半球相连 下方和中脑相连 我们再看这个 是不是这样 整个这个范围是尖脑 尖脑下方 这个就是中脑 下边和中脑相连 两侧和半球相连 所以它的位置 我们可以这样描述 左右左右半球间 并连接半球与中脑 在半球中间和半球 中脑是相连带的 中间有一个狭窄的间隙 中间 这个狭窄间隙叫第三脑式 被第三脑式分隔 左右两部分 好 第一个位置 我们把它描述下来了 位置 位置描述了第二个 我们要知道 尖脑分为多少部呢 看看它分为几部分 几部分 我们从这个图上 大家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 从这图大家看 这是局部了 这是片子体 这是球龙 这个来源形的是背侧球呢 这是一部分了 那么这个图起的这部分结构呢 叫上球脑 前下方这个三角形呢 叫下球脑 背侧球脑下方 这个叫球脑下钩 钩与中脑之间的这部分 移形的这部分 叫底球脑 底球脑 现在大家总结一下 在这个图上 我们看到了几部分 上球脑 背侧球脑 下球脑 底球脑 四部分吧 我们再换一个图 大家看 从这个图看 是在脑干的背侧 从上往下看 这两个灰子团块 就是背侧球脑 背侧球脑 所夹的这个结构 大家看 这个枪系的周围圆 这叫随纹 随纹下方 这两个比较宽的 这部分叫江三角 然后汇河 江连河 下方突出的这个 叫松果体 只能看到这几个结构 那么这一部分 就是我说的上球脑 这个叫背侧球脑 那么大家看 背侧球脑后方 这有一个包 这有个包 它叫内侧膝状体 它叫外侧膝状体 这两个膝状体 叫后球脑 又多出了一个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图 这个图是从辅测 从下往上 来看中脑的这部分 我们说中脑的上界 是四树 这个四树 它就属于下球脑的结构 那么四树的内侧 也就是脑垂体的上方 内部也叫四交叉 大家看 四交叉 四树 加上垂体下方的 灰结结和漏斗 再加上这两个 鲁头状的凸体 叫鲁头体 整个这些结构 加在一起 叫做下球脑 下球脑 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一下 前一个图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就叫四交叉 四树这个图 看不到 在正中切的 然后这部分 根部叫灰结结 向下来的 这个比较细的 叫漏斗 漏斗 那么这个 一侧的这个包 叫鲁头体 整个这个三角形 都叫下球脑 下球脑 好 我们总结一下 球脑可以分为几部分呢 首先我们说 有上球脑 后球脑 背侧球脑 下球脑 还有一个叫底球脑 底球脑 我们在这个图上 再强化一下 大家看 我画的这个区域 这个叫做上球脑 上球脑 换一个颜色 这个 暖圆形的这个 这个灰子团块 叫背球脑 这个叫上球脑 那么再往前下方 这儿有一个三角形的 这一部分 这个叫下球脑 那么大家看 点点的这一部分 也就是背侧球脑和中脑 移形部 这个叫底球脑 再加上方才我们挂图上看到的这个 背侧球脑 背侧球脑 后方两个包 内侧西状体 外侧西状体 两个西状体 加在一起 叫后球脑 后球脑 所以一共分为 五个部分 那么我们在这里边 重点给大家介绍 背侧球脑和下球脑 所以第三个 我们就具体说一下 背侧球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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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大家要知道 它是一个揽圆形的 左右对称的灰子团块 左右对称灰子团块 中间有一个结构相连 这个结构叫 秋脑间 粘合 相连接 那么在哪呢 大家看 这是左右球脑 在它的中间 相连的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叫 秋脑间 粘合 连在一起了 如果我要把它切开 像这个图一样 这就形成一个断端 这个断端 就是秋脑间 粘合的断端 那么秋脑是一个什么样的 灰子团块呢 它是 特定感觉 特定感觉传导 最后的 中继战 什么叫中继战呢 就是中转战 感觉传导是三级神灵源来完成的 那么第一级第二级都在它以下 第三级神灵源的抛体 就在秋脑里 交换完神灵源以后 它再到P层去 所以最后一战 是在秋脑 被这秋脑 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 第一个介绍一下它的笔灵 笔灵 从这个图 大家看一下 向下延续的这个叫第三脑湿 点点的 从这一直下来 第三脑湿 我们首先看 背侧秋脑的内侧面 除了这个秋脑间粘合 两个是相连的 其他都是油里面 正因为两个都是油里面 才能存在着这个狭窄的第三脑湿 所以内侧面 是油里面 为第三脑湿 我们来看它的上面 大家看黑白 这个上面 也是个油里面 也对应一个枪系 点白点的 这是左右的侧脑湿 侧脑湿哪一部分呢 是中央部 所以上面 也是油里面 对应的是侧脑湿 中央部 大家再看一下 外侧面 这个背侧秋脑的外侧面 和半球的白子相连 这个白子叫内囊 所以外侧面 与内囊 是相连的 相连的 大家再看下面 下面也不是油里面 应该和谁相连呢 下面应该有 底丘脑和中脑 下面 下面 与底丘脑 和中脑 是相连的 我们再看前下方 从这图大家看 这是背侧秋脑 背侧秋脑的前下方 是谁呢 下秋脑 这是从比临关系 大体上知道 它周围都是什么结构 第二个 我们看一下 它的河团 背侧秋脑 有哪些河团呢 我们看一下挂图 有一个图 大家看下图 下图是把脑髓 做一个水平切面 注意 这两个切面 不是在一个高度 大家看颜色 是不是不一样啊 这块有个阴影 就说明 这个切面 切的位置比较高 这个切面呢 比它略低一点 所以这两个结构 不是对称的 不是对称 那我们在这个图 也约能看到 背侧秋脑中间 有一个Y字形的白字板 将它分为前河 内侧河 外侧河 三部分 所以河团 首先我们要知道 它分为前河 外侧河 内侧河 外侧河又分为辐侧背侧 辐侧背侧 这么两部分 辐侧河呢 又分为前河 外侧河 和后河 后河 又分为辐后内侧河 还有一个叫辐后外侧河 目的就是演出这两个名词 其他的河团 就不用记了 就记住 这两个河团 是在秋脑 众多河团里 逐渐分出来的 以后我们叫传导路的时候 主要提这两个河团 这是我们看到的背侧秋脑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下秋脑 第四 下秋脑首先要知道位置 位置在哪呢 大家看这个图 在正宗四状前面上 我们看 这是背侧秋脑 背侧秋脑的前下方 这个三角区 就是下秋脑 那么它和背侧秋脑中间 有一个浅沟 这个浅沟 叫秋脑下沟 我们看一下 块图有没有 大家看 这个来源形 这是背侧秋脑 这个小块呢 是秋脑间粘合 和这个钩 叫秋脑下沟 下沟是它俩的分界 下沟 前下方 这个三角区 它叫下秋脑 下秋脑 所以 在背侧秋脑的前下方 以谁为界呢 以秋脑下沟 为界 这是重位置 第二个 我们要知道组成 哪些结构组成了下秋脑呢 从组成上我们看 有哪些结构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脑干图 大家看上图 这两个是四神经 四神经 摘向后 就叫四交叉 在这个图上 被脑垂体遮盖了 这个位置相当四交叉 向两侧延续 叫四素 四交叉 四素 加上灰结解 漏斗和这两个 颅头体 所以构成了下秋脑的结构 我们看有哪些 有四交叉 四素 灰结解 漏斗 还有颅头体 构成了下秋脑 在下秋脑这里边 我们重点讲第三个问题 就是下秋脑和催体 有哪些显微联系呢 下秋脑 与催体 脑催体 显微联系 我们要提几个数 提几个数 那么这个 大家看一下图 我把四交叉 这部分放大一下 大家看 这是四交叉 灰结解 漏斗 前面就是脑催体了 这是颅头体 再向后 这是中脑 然后脑桥 不花了 在下秋脑里边 有些神经核团 比如这儿有一个四上核 这儿有一个十旁核 标记一下 这叫四上核 这个叫十旁核 那么这个部位呢 还有一个核团 叫漏斗核 我们再看一下 垂体又有哪些结构呢 我们画一条 我们画一条虚线 分为两个页 垂体前页 垂体后页 垂体前页也叫线垂体 它的名字叫线垂体 或者管它叫前页 这部分呢 这部分呢 叫神经垂体 也叫后页 还有一些结构 大家看 这儿有一个垂体上动脉 垂体上动脉 垂体上动脉呢 钻进来以后 形成了毛细血管 毛细血管在下方 又形成了毛细血管 那么这些血管和谁呢 和颅腔里边的 静脉痘相连 那么所构成的这个结构 叫垂体门脉 垂体门脉 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讲的肝门静脉 肝门静脉的特点是 起端和中子端 都是毛细血管 对不对 那么你看这个小动脉 过来以后 形成了毛细血管 然后形成一个干 到这儿又形成毛细血管 所以两端都是毛细血管 我们把它也称为垂体门脉 垂体门脉 下边还有垂体下动脉 垂体下动脉 进入神经垂体 也形成了毛细血管 也形成了毛细血管 好 这些结构 基本上 垂体下动脉 基本上 基本上 下面我们看 它的显微联系 显微联系 首先大家看 四上核 石旁核 发出两个素 这叫四上垂体素 石旁垂体素 到了神经垂体 也就到了垂体 后叶的毛细血管 它干什么去了呢 大家要知道 四旁核 它能够分泌 加压素 而四上核 它能够分泌 催产素 它把所分泌的物质 通过这两个素 传到毛细血管 然后到达全身 到达全身 因为这个毛细血管 通过颅腔的静脉痘 最后回到心脏 心脏再一波动 把这些物质带到全身 带到全身 所以这两个素 是起着运输作用 它是运输这两个物质 那么叫什么素呢 这个叫四上垂体素 石旁垂体素 两个素 两个素 到达后叶去了 还有一个呢 漏斗核 这还发出一个素来 到哪呢 到这个部位 叫解解垂体素 解解垂体素 是漏斗核来的 那么它就不是运送物质了 它主要是控制 线垂体的分泌 控制线垂体 它的分泌 那我们就要知道 线垂体分泌什么物质呢 线垂体 它分泌的物质 比如生长 技术 还有呢 除 肾上线 皮脂技术 除甲状线 技术 除性线 这些物质 本来是 线垂体 应该分泌的 但是它受谁控制呢 受解解垂体素 来控制 也就是受这个素 来控制 那么这些物质 是谁分泌呢 是这两个核团分泌的 是由谁运输到 毛血管呢 是由这个 室上垂体素 室旁垂体素 运送到这个部位 然后到达圈寿 这就是 这个下丘脑 和垂体的一些 显微联系 显微联系 好 肩脑 大家简单的 长了这么多 下次课 再见